好同学我们就继续到下一个练习 我们再去 再到那个下一个练习五 就是先确定一下同学 现在你们都可以 把这个资料给汇进来了 接下来这个就是要把 刚刚我们是 刚刚我们在到演练室的步骤 我们已经把这两个资料给汇进来了 那现在呢因为刚刚在看Codebook的时候 也有请同学注意到 这两个资料有两个栏位是一样的 那这两个一样的栏位主要的功用就在于说 我们要把这两个栏位的资料给合并起来 好因为合并起来才能够做这个更就是真正的 就是资料的分析 好例如说我就像是刚刚在info里面 不是有一个变相 有两个变相 一个ID一个intervention嘛 但是这info里面它有另外四个变相 就是是跟那个资料的分析 我们会想要知道说有什么性别啦 然后年龄的分布啦 还有教育程度等等 那就是需要把这个 如果说我们要跟date 它所存的 特别是像这些什么AHI 其实开头的就是是其中那个 优育量表的分数 要把它做一个分析的话 就需要做一个整并 好那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用这两个 那那么在这里要介绍另外一个新的函式 这是属于tidyverse的其中一个函式 它是用来把两个资料集做整并的其中一个函式 好那这个函式非常的好用 那我们今天先来试试看 好来看看把它给做出来 用这个把这两个 它的函式的三个参数 意思很简单就是xy就分别就是说要合并的两个资料 那by这个参数后面就是说是根据这两个资料里面的哪两个变相去做合并 那我们这边你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是一个文字的那个数值向量 好那那么只要是那基本上你如果说这两个要合并的资料集 他们共同的变相就是说尽可能就是说都有的这个变相都尽可能 就是根据作为这个合并的依据 好那我们现在来执行看看 它现在执行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子 好你们看到 好现在就 我看看现在这个应该是有一个 我记得是有预计好要有一个限量回答 好这个现在有一个限量回答 就是你们比较一下就是说 这两个的比这两个 主要是这个all data 它的变相栏位跟资料比数 为什么就是说是跟这两个资料 所一致的地方是什么 特别是你们注意到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它的这个资料比数是跟date是一致的 为什么会是跟的是date 然后资料的这个变相的数目 它是不是50 然后刚刚因为有其中有这两个是一样的 好那请你们看 请你们特别请你们告诉我 为什么Pinfo的2995 跟这个992的date合并之后 会是这个 会是992 OK好了解 就是等于是这个 这个有点像是大家来找查 好就是告诉我 就是请你找 请你找出其中的关键 为什么那个 它是这个Pinfo的295 跟date这个合并之后 会变成是都是992的资料 好那么特别是 是不是Pinfo的这四个变相 是不是也知道了这个all date里面 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请大家把你们的观察 好提出来找出来 那个然后发在 然后放在那个到 那个讨论区中 就限量抢答 好最后就是为什么 这个Pinfo的 它明明只有290 为什么到了all date 它会是跟的是一致 它会跟date是一致的 但是比数 但是那么为什么 在这四个栏 这四个栏 这四个栏 这四个栏位 在all date里面 为什么会是保持一致 我那个限量题 我稍微在 我是就是在稍微在 补充清楚一点 就是Pinfo的这四个栏位 就是从性别到收入 这四个栏位 为什么到了all date里面 它还是保持一致 嗯 嗯 嗯 这两个还不 嗯 合并后要加总 这也不对哦 好并后要加总算是有一个意思 但是还不大 有点接近 但是还不算 有关键就在于 其实我可以提起来 关键就在于说 这两个资料都有的那两个栏位 那两个变相 关键在于那都共有的那两个变相 这也是帮助可以让同学更稍微 虽然像这个Join系列的函数 在后面有一个单元会特别做介绍 好不过这算是算是我们先初次先来好好的认识 好等一下我看到一个很非常有一个郑重红心的答案 我先我先卖一个关子 我看到一个郑重红心的答案 OK我再给各位那个10 呃再看一下 我要看一下时钟 我看一下时钟 时钟好了 再给各位那个30秒 看看有没有还会 还会有 还有没有让 有没有那个郑重红心的答案 我先给各位订阅一下 OK 好 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我要公布是哪一个 是觉得我这个郑重宏姓的 就是这位同学的 这个 我之后会有一个单元特别介绍 就是Join这个系列 OK 那其他同学 你们只要看这个就好 就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资料连集 Join这个系列 你们大家应该 如果是在台湾念高中 你们应该还记不记得集合论 要不要 需不需要我答一个字 就是还记不记得 那个 就是 集合 这个 就是在高中的数学 有一张 就是讲那个集合 应该是在讲几率的之前 就讲那个集 讲那个集合的这个 这个观念 还有一些基本的演算方法 对这个 如果说 有观念的话 那么有人说不记得 那么现在就帮 就帮你回 就帮你回忆一下 就是这个集 这个 Tidyverse的就是你们可以 之后你们还会认识 就是说这个 他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函数 就是只是改个名字而已 那每一种函是 他join的 他的功能都是说 把两个资料集 给合并起来 那只是说 合并的方式 会是有不一样的 这个集合的规律 那现在 其实现在这两个data 它们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就是来自这两个变相里的数值 好 那 其实我们可以把 把这两个资料的 嗯 呃 我现在在 我 我现在做一点点 就是说 算是有一点点 就是我即兴演出的一个 一个示范啦 好 那个我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 这个可以用这个来说 这叫做那个联集 我们就看id这一项 这两个变相的id 好 呃 在那个 p 我们不是前面 好 如果说我现在我是 只要 把其中 把一个资料里面的其中一个变相 里面的数值把它给抽出来 有很多方法 有一个方法是这样子 好就是 那个资料的物件名称 然后加个前字号 然后这个变相的名称 那么如果是在r执行就是直接执行它 就是可以直接把他的这个内容 变相名称的内容给列印出来 好 那你们看到我现在所秀出来的这个是date 是date 因为它有992个嘛 992个数值 好 然后 然后如果是participant info的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就有那个295个 好 那么 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 你会注意到 因为这个992个数字里面 其实 它很多数字 是重复的 但是 整体 来说 全部的这个 p info 然后p info 你会注意到 它从1到295 它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但是 date 它是因为992笔 这个资料里面 它很多数值是重复的 也就是说 重复的 就是代表说 在 在那个 date info里面的 每一个资料 我们就拿这76的 ID是76的这个 来说好了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一列 横的叫做列 raw 横的这一列 只要是来自同一个ID的 其实都是 是来自同一个受册者 那这很正常啊 因为 这是一个问卷资料 大家都知道 那个一个问卷 绝对不会只有一个题目而已 一定是有 起码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题目 所以 在这个 里面呢 一个 参与者 他有好几笔的资料 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好这是很 这是非常基本的概 基本的观念 那也因为有这么多的资料 我们才 合并起来 好 才会 最后 才会是得到的是 992 然后 其他的p-info 的 那个 资料 合并之后 他就是直接把它给倍增 好 这样是说 如果是第一 第一位 他有十笔资料 那么其他这四个栏位的资料 就给他 变成 把它给复制成十个 那再合 那再合并起来 就 就 OK了 好 那这个是 为什么 我刚刚就是只有勾其中一个同学 他是郑重宏心的回 郑重宏心的回答 OK好 这是那个集合 OK好 这些请注意 这个我们可以 呃 大家可以就是 呃 这个 呃 你们可以就是说 呃 我这个信不会腰 不会太 呃 就是说练习五部分 同样 呃 也是请大家呢 呃 你们把 你们呢 可以可以 你们你们只要在 这个all hat 除了合并之外呢 再加一个 函 再加一个这个函式 呃 应该说再加两行的程式嘛 好 有一个是 呃 不是 加一行就就好 就是我现在 所加的这一 所加的这一行 好 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 好 这个函式叫做那个 这个 我如果说当一个向量里面 他有好几个重复的数值的时候 这个函式可以把重复的数值呢给 简化到只有那个唯一的数值 唯一的数值 好那这么一来 你会看到 诶等一下 呃等一下 这里有点问题 unique 哦不行 他这个unique 他是用那个 他是用那个 给大家用那个重复的 这个需要再加一个 还要再用 还要再用 还要再用一个才对 好 现在我在 我在交两个函式 给大家 嗯 哦不是 salt ok好 这这这两个函 这两个函式交给大家 哦 这个 unique 就是说 是 刚刚那个 id 不是这992个 但是实际上 他只有那个295个嘛 对不对 但是只是说 unique出来 他这个 里面的这个数字 他的顺序是 是按 是按照这个 date 里面 哪一个数字 先出现 他就先抓谁 好 所以他的那个 顺序是 没有按照 数字的大小 来去 排列的 好那 所以如果说你要 把它按照 数字的大小 排列 就再加上一个 叫做这个 salt的函式 好 那这么一来的话 我就可以用一个 呃之后会提到一个 这个叫做 两个等号 这个叫做 比较运算值 就是比较说 这两个 向量的数值 是不是相同的 那你们看到 是不是都是 true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 true的原因呢 那个true就代表说 这个1到295号 都是一致的 好那当然这个 列 这个如果说要neet出来 绝对是很 嗯 就是满占页面的 所以可以就是 再加一个 就是thumb 好 好 这里我们 我觉得我可以neet 一次给大家看 好 这个在这边 你看到295 ok 好那这样子 是不是比较难 比较 蛮不清楚说 这295是什么 什么意思 对不对 好这个就是给各位同学 你回去可以发挥的地方 你们可以在客后演练用那个 前面两次 最不是都有交那个 inline 就是交那个i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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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吗 好 你可以就是 这边就假设它叫做toto 我就给它 再放到一个物件 叫做toto 好 我就用那个inline 在inline 在inline code 这里 我就在说明 这里是什么数字 然后前面你可以在前后文 加个说明说这个295是什么意思 ok 好 这是就是活用到我们前面所学的东西 前面的那个inline inline code绝对没有那么的简单 好 好 再来我们再靠练习6 嗯 好练习6 再来 因为这个all data 这个变相蛮多的 对不对 好 那个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callbook里面 这个原来的这个data里面 它其实有蛮多的变相都是 就是像是这两类 好 一个叫做这个ahi开头的 一个是csd开头的 因为他们都是来 来自原来的那个测验里面 有至少这24个变相 跟着20个变相 其实是单一的题目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分析 如果要用到量表的资料分数的话 我们其实只要抓这个total的分数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的就是callbook他也把这个分数是怎么样算的 他都有做一个说明 好这是一个现在那个讲究open data的这个callbook都要这样子写 好那这边也是要csd这个量表分数 他也给他写在这里 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如果真的要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我们可以不用把这 把这24加20个变相给纳入进来 好所以这也就是演练6的一个目的 好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去抓这后面 这一些就好 好所以就是只要抓这个summary进来 好那么这边我看一下 应该还有一个线 OK 好这里的话有一个演练的提示 就是请你也就刚刚我说的 我们看callbook的时候我所补充说明的 请你就是在这里说明 为什么 好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变相 好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这里就有一个行叫select select就是说把这个audate 这个行事里面我们真正在后面的工作 才会用到的变相把它挑出来 好那边有注意到只有这个62行的 这62行里面都是在audate里面的资料 对不对 跑掉了 好就是在audate里面 我直接看这边就好可以对照一下 就是属于在audate里面的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才是在后面至少三个单元都会去用到做演练的资料 好那这边请大家你们在客后 你们再去整理这部分的时候 请在这边要说明 为什么有些变相我们不会去挑出来 好特别是刚刚我有特别在我们还有跳到 我们还有再来再再看一次codebook 这里来说明为什么不把这24加20个这些变相的资料给汇入进来 好这个理由请大家要自己来在这边笔记一下 好 现在我们先集中在那个R 在Rcode的学习 OK 好 好这边大家都还可以跟他都还可以吗 好这边可以再做一次neat 再做一次neat 再做一次neat看看 因为这个跟练习期就有关系了 练习期今天 算是今天比较特别的议题 特别的议题 他的那个我不大 那我因为练习期是一个就是 是一个绘图的资料视觉化的初体验 但是练习期的部分 这两个部分会在这个后面这个第七个单元才会仔细介绍 所以这个练习期 我是当成给各位做一个活用题 你练习期你就只要把这两个函式 copy到到这地方 因为这个练习期它都是要根据summary data 可以看这个上面这个是ggplot2 这个也是在tidyverse里面就有包括的一个绘图函式 那你们直接 虽然今天还不会正式介绍它这些韩式有什么功能 但是你们看它第一个参数就是根据练习6的这个summary data 大家可以就是直接先把它copy过来 然后我们来nit看看 就是nit到这两个chunk里 就分别一个就是分别把电子书的这两个区块 nit到这两个7-1跟7-2的这两个chunk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nit看看它会画出什么样的图 那我想要用这个图 这个是今天这个练习期比较特别的一个演练跟活用 我是想要用这个例子只是单纯要教大家另一个 就是算是不但是debug也可以帮助你自己去学习 各式各样r的韩式功能跟语法的一个 算是个人的我自己我自己常用的一个小技巧 好有了 好有没有看到这个第一个chunk它是画出一个这个是柱状图 然后这个呢我在第七个单位我会在郑中介绍 这个叫做相形与小提琴小提琴与相形混合图 好现在很多统计课 如果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教的只会教相形图 但是我要跟可以跟各位说相形 只会画相形图已经落伍 好现在那个很多的这个心理学的研究报告 你要去展示一个资料的散布或分配的形形形态 那个更建议用这个相形用这个小提琴图 好跟搭配这个相跟搭配这个相形图 好那这个怎么画出来这个我们之后的单元来讲 那我今天主要是要请各位同学在课后演练跟活用题 你要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用一个方式去了解说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GGpart 画一个图它需要这么多行的程式 特别是对比较没有基础的同学 看了都会有点怕怕的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对不对 好那我可以教大家一个 那个在R的chunk或一个单纯的R脚本里面 如果说有几行的程式码 我假设说我在这一次我还 我写出来但是我不想去执行它 我可以就是说在这个程式码的前面 加一个这个井字号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里我加了井字号之后 Rchunk里面这里它马上就变灰了 变灰色 就代表说它不会去执行它 好那所以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GGpart 它的有一个特色 就是每一行的结尾都有一个加号对不对 好那你就是假设我现在就只要看这个第一行的程式 到底它是在做什么东西 好在没有看任何的介绍之 进一步的介绍之前 我自己都习惯说先直接执行一下这个程式码 那有一个方式就是 就是把这个其他我不想执行的程式码 都先用这个井字号 先把它给锁起来 好先不要让它执行 然后我就只要执行这一行 就看看它到底 画出来等一下 那个这边 因为刚刚我是直接NIT 所以没有去执行到这个Summary data 好那现在我们就给它 OK就是直接执行这一行 好那你会看到一片白一片白白的什么都没有 好那么那么再接着我们如果说我想知道说那么 那么我们现在至少是知道说这一行 就是把这个 统计图的这个基本的 底色给画出来 好那么我 我知道这个我就在进到这下一行 好就是执行这两行 好那再加上 就你刚才加上这两行就知道说它是加了这个吧出来 好就这样子依此类推我就知道说可能 应该是到最后 到如果是到75行都完整执行 就会跑出像这样一个完整的统计图 好那我今天我是就不会去介绍说这个统计图 它我们可以去怎么样看 那么更不会说它怎么样做 好那只是 那么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作业我有一个提示 就是 请各位同学用这个注解记 用这个注解的技巧去 OK 好 好这个次靠眼内脑也是成也是一个活用题 好就是去探索它每一行的功 每一每一行的功能 好在这边 然后如果说你要那个 如果说你进一步你自己学到了GG plot 语法的一些使用上的诀窍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分享在讨论区 好然后现在也顺便讲一下 那个从这个单元开始 像这种标示说是活用的这个讨论 请直接分享在讨论区 因为这是为了要 要减轻我跟助教批改各位作业的一些loading 因为大家因为现在也是八九十个人也蛮多的 好那么请你们就是有关于这边提到的这些活用的部分 你有要分享的话请直接 请就直接放在那个讨论区 好那这样子我 只要我看到有在那边做 有在那边 觉得OK的话 那我就直接 打一个emoji 然后最后再来总结就好了 OK好就跟各位再说明 就特别说明一下 就从这个单元开始 关于活用的这个分享 就直接请在那个 请在那个讨论区的单元 OK那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活用就是 你就是按照刚刚我所示范的这种 用注解的方式 你自己来看看 你能你能够靠这个方式 你能够对GG Plot 这个函式有多少的了解 那这个练习期的部分呢 呃主要就是 呃你可以大致的讲 你可以大 你可以就只要大致的描 的描述一下 这个图出来后 你可以大 你可以大 你可以大致的就是说明 呃这些程式嘛 它为什么 特别你会注意看到 这个出来的颜色 跟最后这个成品的颜色 有什么不一样 你只要 你这个骑马的只要说明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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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只要说明 嗯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什么都没有 到最后 到最后 到最后那个 到那个成 到那个成 到那个成品的 一个变化过程 好就是 就是说知道这每一行成 呃 它每一个函式是在干嘛 那至于说 每一行函式里面的细节 就是它的参数分别是有什么功能 那那个就是活用的部分 好 那个就是你自己如果行有余力 你再来研究 但是你研究出来 其实可以跟各位说 这个等于是提前就是去上这个 我们第八周才会谈的东西 好 所以第第第第八 第八 如果你在这边你那个 学的特别用心的话 后后后面会越来越轻松 好 好那反那反之如果在这边 你有一些 关卡还卡住的话 后面就会比较困难 好那所以这也是 我现在在跟胡老师在讨论说 有没有其他在帮助我 现在比较有落后的同 落后的一些同学 ok 好那问一下 有没有同学这个图画不出来的 先稍微停 先稍微问一下 我们在今天最后一个练习之前 哎 稍等一下我又中断 不好意思那个刚刚有点中断 我再我确认一下 有没有同学这个统计图画不出来的 都可以吗 如果说现场有一些同学有设备问题 可能画不出来的 请助教先统计一下 那个下课再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他们解决 ok 好再来这个练习吧 就是今天比较算是今天结尾的一个 debug小试验 所谓的debug小试验就是 它就是在这里啦 我们首先先把这里 它这里在电子书的最后这个4.10的三个区块 它其实都有故意设计一些不大ok的状况进来 其实这个第一个就是刚好刚刚刚有同学在问我一个 虽然它那个ok但是在这边不ok的状况 我们先把这三个区块先把它都copy到这里过了 都copy到我在这边留的这个空白的chunk进来 好然后我们一个个来看看他们各自有什么不ok的地方 ok 好这里我们来首先先看一下这个 好对这里 差点忘了因为一直之前应该要跟你们提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是刚好是时候跟你们讲一个技巧 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已经算是说做到一个程度 但是但是但是因为为了要做这个演练 我们要我们要把这个在已经汇入的物件或是资料先清空会比较好 那在R的Markdown的编辑里面有一个技巧 请大家就是学一下就是如果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清空 要有一个有一个做一个东西做到一个段落 就是像是我如果做完一个neat 完一个报告的成品算是不错 那先把它存档然后再去做另外下一个工作之后 之前我想要把这个给清空的话 那我建议清空的方法用这个 好Session之下 然后按这个restart and clear output 嗯嗯稍等一下 它应该要OK好 它这边要稍微等一下 好你们可以看到 它甚至连刚刚那个neat的那个程式嘛 就是网页档都清空了 不过刚刚所生成的网页档案是都还在 好那这样子就是可以帮助 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新的工作要从头开始的话 就是这样子清空会会比较干净一些 OK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下 这个是那个链是做一些debug的演练 首先因为像这个第一个我们就知道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那个setup 我先我们先执行在上面的setup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一开始 我是要各位同学把这个资料 存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说像现在这个8.1它这个是要 除非是这个档案要存在现在这个 这个目录的资料夹之下 不然它这个执行出来保证是错误的 好我们现在直接好我们现在这个先跑完之后 我们直接来执行这个看看 好你们看到这样子就是变成error了对不对 好那么我在这边 先简单的问一下 同学只要在聊天是打字回答就好了 你现在如果碰到这个状况 当然就是如果说是这样子公系或程式写作经验很 很厉害的同学 你们可以不用回答 就是特别是问那个比较没有基础的同学 你现在碰到这个状况的话 你是怎么样那个处理问题 还是就把它丢着不管 那请大家那个稍微在聊天室 告诉我一下你碰到这个error的时候 你现在碰到这个error你是怎么样处理的 请大家告诉我一下 就一两个同学就可以 就是你打字就可以 好对那个 因为那个你的那 因为那个像那个沙拉同学 因为你是在R Studio Cloud 因为你一开始 我就有说因为是 主要是平台限制的关系啦 所以你今天这个error 比较没办法 没办法让你体会到这样子 对先去有人说先去睡一下 好很好有的同学就 有同学就是说 然后把它给找到有人是上网 是讲上网搜上网搜寻 然后有些同学会主动去改 就是说这个档案的那个存的地方 好那 现在如果是上网搜寻 那大家都知道Google很好用啊 其实你如果看到这种error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好就把这个error的讯息给copy下来 然后我再切到Google去 我其实不是用Google 是用这个 好即如说我就把这个 你们知道那个Google有一个功能就是整句搜 就是整句搜 整句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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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功能 就把这个错误讯给这样子 这样子整个给copy下去 好然后用引号把它给刮号起来 它就会告诉我们 好你们可以看到它 它会帮帮我们找到很多的答案 好那我是特别推荐的 如果跟程式写作有关答案 你们尽量去找这个 Stack Overflow 好那个这里有很多神人都是在这里 会有介绍 不过这个error的讯息 会在各式各样的程式开发的状况都会出现 所以你不一定会找到就是有关于说解决现在 你在这个r里面所碰到的问题 不过之后随着我们学的东西 就越来越专一化 或者说目的越来越清楚 你这个讯息就越可以帮助你 你去找到答案 那另外一个途径就是 好好的去解读这个error的讯息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们也看到它 除了这个error的讯息 它是告诉我们说 现在它在这个工作目录之下 找不到 好好的